TUGA 我可以一直在台湾 但我不能做任何事 我正在想讓人們聽我的聲音 所以我可以在台湾和台灣的幫助 左邊就會是來自土耳其的TUGA 另一位是TUGA里巴嫩籍的好友Sammy 3月10日他們從土耳其出發 滿心期待到台灣觀光 順便為了業務來台灣考察 嗯 沒想到人都還沒踏上台灣的土地 就得知一個讓他們相當震驚的消息 我們在航空間 他們說我們要在14天的空間 所以他們把我們在空間的空間 兩人來台灣時身上只帶了大概6萬元新台幣 但在入住旅館的期間 吃住就用掉身上大多數的錢 解除檢疫出關那天 他們身上只剩下8000元 他們原來計劃3月30日搭機返國 但不止航班被取消 連土耳其也宣布暫停國際航班 至今他們被迫留在台灣已兩個多月 走投烏路的他們 透過網路上的沙發衝浪 四處借宿別人家 兩個人曾經集在小小的倉庫 長達3個禮拜之久 甚至帶著行李流落街頭3天 身上現金所身無幾 只好在捷運站休息 我們沒有任何計劃 可能我們會再坐在街上 吐嘎無奈的說 因為當地許多銀行都沒有營業 家人也沒辦法轉帳過來 現在的他們吃住只能靠人接濟 甚至不知道身上剩下的錢 能支持他們度過幾天 你現在存在多少錢 1,000 1,2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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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因為台灣大多數的確診案例 都是從境外移入 民眾看到他們會比較防備 他也能理解 只希望能早日回國 結束流浪人生 其實待在台灣的這段時間 他們更感謝的是 所有人對他們無私的幫助 我幸好在這裡 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世界上有8個女生 這個疫情很棒 你的總統是一個 香港大多數是一項大多數 香港大多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